大家好,我是小青 以后买回来的五花肉不要总是红烧吃了 今天酒店大厨就分享一道没再烤肉的家常做法 只需要记住这两个诀窍 走出来的烤肉肥而不腻,色色红亮 下面就跟着视频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一块五花肉 我们尽量选用这样五花三层的 这样的五花肉吃起来不油腻 接下来准备一口锅 把五花肉放入锅中 猪皮炒下,把猪皮烫一下 就这样不停地转动 这样可以去除残留的猪毛 也可以去除汗汗中的脏东西 我们一直烫成这样就可以了 接着把猪肉放入温水中 放一旁浸泡十分钟 现在的五花肉也已经浸泡好了 下面使用一把小刀把猪皮上面刮一刮 把表面黄色的杂质刮出干净 这个就是腥味的主要来源 我们把猪皮一直刮成像这样的程度就可以了 然后再给它简单地清洗一下 清洗干净之后放入锅里面 再加入一罐生姜 两根小葱 再加入两个八角 两根香茅草 最后再加入一些清水 没过猪肉就可以 下面盖上盖子 开启中火煮20分钟 现在的猪肉也已经煮好了 我们使用筷子能扎进肉里面去 说明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取出来 猪肉冷却一点之后 使用几根牙签 在猪皮表面上扎一扎 这样操作的目的可以释放出一部分的油脂 吃起来不油腻 也容易上色 扎好之后 使用干净的毛巾 把表面的油脂擦拭干净 下面使用刷子 在猪皮的表面上刷上一层白醋 尽量地要多刷几遍 最后再刷上一层老抽酱油 给它刷均匀 我们一直刷成像这样就可以了 接着锅中加入一点食用油 再撒入一点食盐可以防粘 下面我们把五花肉放入进去 猪皮炒下 下面盖上盖子 开启中火把猪皮炸5分钟 在这里注意一下 在炸猪皮的时候 建议大家一定要盖上盖子 否则油绷建 容易烫伤 现在也已经炸好了 我们一直炸成像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把五花肉放入盛凉水的小盆里面 泡成虎皮状 下面准备一个大碗 往里面放入一块腐乳 再来一勺腐乳汁 下面使用勺子碾碎一下 在做梅菜壳肉的时候 放入腐乳做出来的梅菜壳肉 好吃又入味 再准备一块生姜 切成姜片 小葱两根 切成小段 切成后放入大碗中 加入半勺食盐 半勺鸡精 一勺白糖提鲜 一点点胡椒粉 一点花椒 两三片的香叶 八角两个 一勺生抽酱油 半勺老抽调个颜色 下面使用勺子搅拌一下 把里面的调料搅至均匀融化 搅匀后先放一旁备用 现在的五花肉也已经泡好了 泡出这样起虎皮就可以了 然后先把五花肉的边角切一下 接着再切成薄片 切的不要太薄 大概切成有五毫米的厚度就可以了 这样吃起来才比较过瘾 朋友们 视频录制不易 感谢大家点赞支持一下 最后再把边角料切成小块 切好之后全部放入大碗中 然后再给它抓拌一下 让肉片都粘裹上一层料汁 抓拌好之后 先放一旁腌制十分钟 下面准备一个小碗 把肉片马放在小碗中 一丝的马放整齐 最后再把提前泡好的梅干菜 倒入进去 再抓拌一下 使梅干菜都吸收里面的料汁 接着再把梅干菜放入肉片上面 大概处理成像这样就可以了 下面准备一个蒸锅 把蒸碗放入蒸锅里面 然后盖上盖子 生气后几时 大火蒸一个小时 现在也已经蒸好了 把蒸碗取出来 然后往碗上面盖上一个盘子 快速地将盘子翻一个遍 下面把小碗取下来 随后再撒入点葱花点缀 美味继承 这么一道梅菜扣肉就做好了 这样煮出来的梅菜扣肉色泽红亮 软烂入味 吃以来一点也不油腻 梅菜也是鲜香下饭 喜欢就收藏起来试一试 感谢您的关注点赞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欣赞支持